大家好,今天煮金银菜肝老火湯 金即是菜肝,银即是新鲜白菜,簡稱金银菜 這個湯一年四季都適合喝,清甜,潤沸,潤喉 金银菜,金即是菜肝,先處理 要煮一鍋滾水 現在可以放些菜肝下去,養開它,不需要煮 養開了之後,要蓋蓋,至少焗15分鐘 已經浸了15分鐘,看看葉子可不可以撕開 撕開就可以清洗 清洗的時候,水太熱,可以加一點冷水 多洗幾次,直到鍋底沒有沙 如果葉子還未撕開,就要繼續浸 剪開小一點就容易出味 你想剪幾長就幾長,沒所謂 這裡有一個羅漢果,把它拍開 我不是很喜歡太濃的羅漢果味,所以放一半 剩下那半,我會煮另外一個沒有肉的素湯 白菜,清洗乾淨之後,切開你喜歡的大小 在這個湯,它叫做銀菜 還有半磅紅蘿蔔,滾刀切 有一磅半的豬扒頭,差不多全部都是肉 很小塊,要飛一飛水 飛水不用飛很久,浸一浸去3分鐘就可以夾起 我都不會沖凍水,因為沒什麼血水的污漬在那裡 如果你用豬的其他部分,就可能要用不同的方法處理 準備一些不幸 一些南幸,南幸多,不幸少 還有一顆蜜棗 噴一塊大塊的薑 煮適量的滾水,把所有的食材放進去 白菜不要下鍋,煮到最後15分鐘才下 這個湯總共要煮兩個小時 蓋上鍋,用大火滾起,然後轉中火煮15分鐘才 煮多個半小時 煮15分鐘之後,就要轉中小火,煮多個半小時 然後就可以下白菜,蓋上鍋,再煮多15分鐘 蓋上鍋,再煮多15分鐘 這個湯有素食版,剛才的半個羅漢果我放進去煮 有興趣想嘗嘗的右上角可以連結 煮多了,煮多了兩小時,嘗嘗味 加點鹽,就可以喝了 這個是傳統的湯水,從小喝到大 清甜,潤肺,潤喉 我煮這個湯有少少個人的分享 不是很喜歡用豬骨煮 好,豬骨煮完之後 菜肝黏到滿了,很難吃得到 而且豬骨太多油份,吸入菜肝 很多肥油,很難撇得走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給我一個Like,訂閱我頻道 批評給朋友試下,下次再見 按鈕,分享一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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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